不过,看到这银白火焰的瞬间,夜晨的悬艳竟是一阵摇曳,仿佛在畏惧那银白火焰一般。 夜晨凝视着那银白火焰,这火焰显然就是那悬月真火。 夜晨的内心不由地忐忑了起来,若是现在,林竹青要去收取那悬月真火,该怎么办? 正面对敌,夜晨不是林竹青的对手,他目光狂闪暗道。 看来,只有趁其不备,将这悬月真火直接吞入体内,再拼死逃跑了。 这样的做法风险极大,一个不小心就会惨死在林竹青手下, 但他现在也唯有以命相搏,才有一丝机会夺下这悬月真火了。 就在夜晨浑身灵力狂转,准备出手之时,令他无比意外的一幕出现了。 这林竹青竟是在他的面前,脱衣服? 夜晨一瞬间思绪乱转,这女人要干什么? 难道是要进行什么仪式,必须一丝不挂,与张显赤诚之心吗? 不过下一刻,林竹青再次做出了令他震惊的举动。 他竟然直接跳入了那火拳之中, 举起一捧火叶,泼洒在自己的欲镜之上。 夜晨看着那被火焰烧灼得微微泛红的洁白肌肤, 那鬼斧神功精致无比, 虽然比之秦红月少了一分妖娆, 却多了一分清新的娇躯,却是不由的一阵失神。 这一眼,他可是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了。 而且林竹青不知道夜晨就在这神殿之中, 举止动作无比大胆,没有丝毫的遮掩。 那火叶虽然是赤红之色, 可却极为清澈通透, 即便有火叶的阻挡, 夜晨也依然能够将这清新脱俗的仙女, 沐浴之中的千姿百态看得一清二楚。 特别是在这火海的衬托之下, 林竹青竟是散发出了一种极为妖艺的魅力, 那种刺激无法想象。 在那热浪的冲击之下, 一滴滴汗水从夜晨坚实的肌肉之上滑落, 他的心境竟是微微动摇。 若非林竹青的实力强悍无比, 是极为危险的存在, 夜晨甚至感觉自己都有可能把持不住了。 他深吸一口气, 念魔肢体施展, 镇压七情六欲, 平复了躁动的心源一马。 看着那在火海之中沐浴的林竹青, 目光终于恢复了冷静。 夜晨对玄寒遇到, 玄仙子, 为什么林竹青要进入这火海之中沐浴呢? 玄寒遇到, 他应该是想借着这火拳的力量, 将体内那一丝玄月蒸火的气息彻底激发出来, 否则的话, 贸然去收取那玄月蒸火也是极为危险的, 毕竟不是谁都有像你这样逆天的身体强度, 以及能够吞噬净化的玄宴。 夜晨闻言, 看了一眼祭坛之后, 似乎隐藏了一个向地下延伸的通道, 双目之中瞬间爆发出一道精芒道。 玄仙子, 我想到夺得玄月蒸火的方法了。 玄寒遇尚未说话, 他便身形一动, 瞬间出现在了火拳旁边。 玄寒遇见状猛得一惊, 立刻道, 月晨, 你在干什么? 即便你施展了射魂倒印, 在如此近的距离之下, 也是有可能暴露的。 你说想到夺得玄月蒸火的方法了, 你别告诉我, 你被欲望冲关了头脑, 想要征服着林竹青什么的吧? 如果真是这样, 他就真的看错叶辰了, 这时候竟然产生这种愚蠢无比的想法。 果不其然, 在叶辰靠近火拳边缘的瞬间, 林竹青翘脸之上便是浮现了一抹精疑之色, 随即这精疑便化作了狂怒。 他的双眸之中杀鸡翻涌, 狂暴的气息瞬间爆喝, 凝视着眼前空空荡荡之处, 森然道, 是谁在那里? 说罢, 周身道运激荡, 那火海之中凝聚出了一柄赤红长剑, 骤然对着叶辰所在之处, 一展而去。 无比冰冷的剑翼, 与那爆裂的火灵力, 竟是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, 化为凛冽而狂暴的剑光。 剑光浮现的瞬间, 让整个遗忘大陆似乎都震荡了一下。 那剑光刹那间便出现在叶辰的头顶之处。 玄寒玉轻叹一声, 知道已经完了, 叶辰如果执意扑向的林竹青, 便没有避过这一剑的可能, 那么中剑之后, 叶辰即便不死也是重伤, 面对林竹青便再也没有翻盘的余地了。 但叶辰却是没有继续前进, 甚至没有看林竹青一眼, 而是凝视着林竹青放在火拳边缘的衣物与储物袋。 那头顶之上的赤红长剑还差一丝丝才完全击中叶辰, 但其散发出的炽热与剑气, 已经令叶辰的身躯之上浮现了无数剑痕, 皮肤表面更是焦黑一片。 就在这时, 叶辰猛地一挥手, 竟是将那衣物与储物袋全部收入了囊中, 而后一脚踏出, 祸碎虚空, 整个人瞬衣一般出现在火拳的另一头。 轰隆一声巨响, 那致命一击击在了空处, 虚空之中出现了道道裂痕, 神殿一阵摇晃, 但也就仅此而已。 叶辰站在火拳的另一头, 不断喘息着, 他在千钧一发之际, 显而又显地避过了这一箭。 宣寒玉被叶辰的举动惊得也是微微一愣, 方才叶辰差一点点就要真的死了, 而他冒着生命危险, 就要将林竹青脱下的全部衣物得到手中, 他究竟想要干什么呢? 叶辰也是目光闪动地看着林竹青, 微微松了一口气, 方才他距离死亡真的只有一步之遥。 好在正如他所预料的那般, 林竹青即便拥有玲珑道心, 到底还是一个女子, 而且还是极为清纯脱俗的女子, 在自己沐浴之时被人偷窥, 怎能不惊, 怎能不羞耻, 愤怒。 在如此心境之下, 又因为神念无法完全捕捉到叶辰的气息, 贸然出手, 即便是陈月暗子之一的林竹青, 也无法做到完美, 所以这一击留有了一丝缝隙, 没有完全将叶辰所在的空间锁定。 正因如此, 叶辰才能踏碎虚空, 躲过对方一箭。 不过这一出手, 其气息则完全暴露了, 隐形自然也没有了意义, 林竹青瞬间转过身来, 死死地盯着叶辰, 翘脸苍白。 即便叶辰背对着他, 他还是看出来了, 叶辰是男人, 并且还是他认识的男人。 林竹青美眸之中, 刹那间浮现无比羞愤的神色, 他的脾气在陈月暗子之中算得上很好了, 几乎没有真正动怒过。 可现在他却是怒了, 十海都要沸腾一般的愤怒。 他立刻一声道, 好一个轮回之子, 就是这么偷看女子沐浴的, 今天不管谁在这里, 都保不了你。 突然之间, 一道极为奇异的波动, 涌入了叶辰的脑海之中。 叶辰神色一动, 感觉有莫名的画面与声音, 在自己眼前与耳边出现, 似乎都在劝说自己退缩, 劝说他投降, 让他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。 眼前在火海之中沐浴的女子, 瞬间宛若着世上唯一的天神一般, 无比高大。 但叶辰却是凝视着林竹青, 笑道, 玲珑道心, 的确很强, 能够如此轻易撼动他人的心境, 在对方舞蹈上造成破绽, 可惜呀, 对我无用。 话音一落, 叶辰眼中骤然迸发出一道, 极为凝联的光芒, 整个人都散发出一种, 将苍天踩在脚下的气势。 那所有的画面与声音, 乃至林竹青的惊天威势, 都是在叶辰的这气韵之下烟消云散。 林竹青美眸之中, 闪过一道难以置信之色, 他的玲珑道心竟是丝毫影响不了叶辰, 反而是叶辰那种一往无前的意志, 隐隐渗透到了他的精神之中。 他虽然知道叶辰的道心很优秀, 可没有想到竟优秀到了如此程度啊。 不过林竹青虽然惊讶, 眼中的杀鸡却是丝毫未减, 几乎就是在他道心的影响被叶辰所破的瞬间, 便又有一道赤焰长剑飞斩而出。 这一次, 林竹青的神念已经完全锁定了叶辰所在的空间。 叶辰面色沉宁, 他知道, 这一剑他已经没有躲避的机会了。 他骤然低喝一声, 诸多鸿蒙古法、 天妖肢体、 焚血绝、 百邪体等等, 纷纷施展, 而后身形一个闪动, 便出现在了那祭坛上的玄月真火旁边。 林竹青见状, 瞳孔骤然一缩, 下一刻, 另其难以置信的一幕出现了。 林竹青美眸大睁, 只见叶辰竟是直接一张口, 便将那玄月真火吸入了口中。 即便是拥有玲珑道心的林竹青, 此刻都是不免心神震荡。 这怎么可能? 普通人莫说是将玄月真火吞入口中了, 甚至连站在祭坛之上都会引发那恐怖的火力, 都被化为灰烬的。 直接把玄月真火吃了? 就算是那些火系至强妖兽来了, 都会被焚烧得形神俱灭吧。 可叶辰即便做出了这种近乎自杀的举动, 却还是活着。 这怎么可能啊? 打个比方, 有人引爆了身旁的一千亿吨核弹, 把地球都直接炸碎了, 可即便如此, 它却依然活着。 可想而知, 那冲击多么强大? 最关键的是这玄月真火, 乃是当年他的先祖侍奉的圣物啊。 对于林竹青而言, 乃是无比神圣的存在, 不容许任何人玷污, 那火焰是只有身为祭司后裔的他, 才有资格供奉的存在。 他这次瞒着吴老进入这遗忘大陆, 为的就是取回这玄月真火。 可现在, 这真火却是落入了叶晨的手中。 林竹青大喝一声道, 你敢, 该死的狡猜, 给我把玄月真火吐出来。 叶晨自然不会理会林竹青, 瞬间将玄月真火强行收入体内。 神魂毁灭道运激荡, 将那不断挣扎着想要破体而出的玄月真火 镇压在了丹田之中。 不过叶晨吞入玄月真火的瞬间, 意识面色狂变, 无数银色火苗自其身躯之中爆发而出, 几乎要将他的血肉、骨骼、 经脉、内脏等等全部融化了。 若非那无比逆天的生命力 在不断修复着他的身体, 恐怕顷刻间, 叶晨便会被玄月真火直接蒸发。 他发出一声极为痛苦的嘶吼, 死死地咬着牙, 双眼锁定了身前向地下延伸的通道。 叶晨知道, 如此贸然吞下玄月真火, 即便是他也极为危险, 但想要夺得这玄月真火, 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 就在他要向着那地下通道迈步之时, 林竹青的赤焰剑光却是到了。 轰隆一声巨响, 这剑光狠狠地轰击在了叶晨的背上。